Hello, I'm Lian Jin from Nanjing City World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It's my honor to share our experiments of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recording and production for the South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China. Now, I will adopt Chinese to share my presentation. 非常感谢全球数字年讨会主板方的邀请,借助本次论坛,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国的文化遗产数字记录与保护实现工作。 那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中国长江以南区域文化遗产数字记录与保护实现探讨,以南京城墙为例。 我的汇报一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一下南京城墙的基本概况, 第二部分将围绕着南京城墙一张图建设,介绍南京城墙文化遗产数字记录的工作情况, 第三将围绕南京城墙监测育群平台建设,介绍南京城墙的科技保护工作现状,最后是一个简短的总结。 那首先介绍一下南京城墙。 南京城墙始建于公元1366年,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修筑的都城城墙。 它全长35.267公里,现存22.8公里,是南京市地面现存体量最大的文物, 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城墙。 那遗产记录是全面反映遗产保护现状信息的重要内容, 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发展的重要基石。 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城墙的文化遗产数字记录工作情况, 主要围绕着一张图,文化遗产数据资源的展开。 南京城墙从2017年开始,就主要借助三维激光扫描, 倾斜摄影等技术,对城墙本体和周边环境, 开展了一系列的数字记录与现场工作。 截止到2022年底,完成了城墙本体数据信息采集, 大环境数据信息,以及城墙专名文, 并快分析,修缮答案,人方公事等专题数据库, 并且利用器系统搭建了南京城墙一张图资源管理平台, 实现了多元数据的整合和利用。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城墙一张图, 主要包含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对建存22.8公里, 开展了三维激光扫描和紧接摄影测量, 采集了平面面积超过320平方米的城墙的本体数据信息。 其次呢,我们还获取了南京周围摇杆影像等周围大环境数据, 并且对1898年以来, 大有实测性质的南京城市记图, 地图进行了近纬度匹配, 实现对城墙属性信息和档案资料的全方位多维度可视化的诊实效果。 其次呢,我们还建设了多个专题数据库, 那我现在以南京城墙成明文专数据库为例, 将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南京城墙明文专数据库也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数据库, 南京城墙和中原北方地区的城市城墙不同, 它整体是由砖式器柱的, 其中呢,最大一宗的建材就是城墙。 为了保证城墙的烧造质量, 南京城墙墙基本都带有明文, 记录了城墙的产地各级负责烧造人的姓名, 是明初社会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那我们主要采集了18万866块明文专的空间, 位置信息,明文内容, 保存对应的明文图像, 并将以上数据导入一张图系统中, 使得通过输入明文就能在系统中查询到每一块城墙专的具体位置。 那南京城墙一张图的主要创新点, 主要包括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实现了遗产地全信息记录, 南京城墙一张图囊括了南京城墙海淀的文物数据信息资产, 建立了南京城墙最早的遗产数据档案, 实现了文化遗产地的全信息记录, 其次呢, 一张图建设秉承真实性和精准性原则, 真实记录当下遗产信息, 保障了向公众传递与分享遗产信息的准确性, 并为城墙保护、修债与管理工作持续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那第三方面呢, 是文化遗产数字档案建设, 具有为当代和后代永续保存的重要意义, 其建设的实质就在于其共享性和开放性, 南京城墙一张图立足开放共享的目标, 对数据库进行持续更新, 力图借助文化遗产档案建设, 实现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 那第三方面, 我再简要介绍一下南京城墙监测御顶平台的建设, 为了提升南京城墙的科学保护水平, 延续城墙的遗产生命, 在2022年我们建设完成了南京城墙监测御顶平台, 实现了对城墙本体和周围环境的预防性保护监测, 其监测的主要目标, 主要是通过保护和监测文物本体与桌边环境, 提高专时制文物保护, 降低病害危险, 实现对城墙本体、监控地带、周围环境、 影响因素等系统的预防性保护, 并且形成长效持久的监测预警工作机制。 主要的工作内容是通过在22.8公里南京城墙全线, 安装了263套自动化监测设备, 不间断地监测1575个点位, 并将监测图像接入拥有8个子系统, 57个功能模块的监测预警信息中心, 同时结合定期的人工巡查, 全站一测量以及Insta数据分析, 对城墙本体废移、膨胀、沉降、裂隙等数据进行采集, 并分析监测城墙本体以及周边环境实施变化, 实现了南京城墙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 那其建设的意义主要是通过预警平台的建设, 它是南京城墙本体保护和周边环境实施的预警监测, 它的覆盖范围长影响力大。 其次, 监测预警平台以保护工作的实际需求为前提, 结合遗产的材质和所处环境等特点, 利用多种科技手段满足了南京城墙保护的业务需求, 实现城墙文物本体的预防性保护。 再次, 也就最后, 预防性预警平台结合设备铺设, 近期巡查, 全站一点位监测, 宏观依撒数据及环境数据等接入, 从微观、中观、宏观多尺度, 构筑了文物安全防线, 监测预警平台自2022年投入使用以来, 排查了上千个风险点, 助劳了南京城墙文物安全防线, 也保证了景区游客的人身安全。 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我们通过数字技术记录了南京城墙的文化遗产, 利用科技手段实现了遗产的预防性保护, 未来也期待借助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 持续的探索、 储存交流和共享, 分厚的遗产价值和文化内涵, 不断的扩大不同人群、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交往渠道。 以上是我非常简短的一个汇报, 欢迎大家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 谢谢。